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 台湾搜救队员和搜救犬陆续下机整队 停靠的这一架长龙专机 是台湾首度以包机模式 前往救难持缘国家 飞机航程约15个小时 8040公里 但包机能够顺利出发 经过来回折车 三立新闻度假揭露 就坐在指导员的旁边 所以搜救犬可以很安稳地坐在那边 所以他们也一样可以在商务场里面 让搜救犬好好休息 曝光的画面就是专机内部 第二批共90位搜救队员 加上两只搜救犬 也一同坐在商务舱休息 要让救难队友最完整照顾 加上救援刻不容缓 背后各部会可是卯足全力 因为光是包机要前往救援 十处的领空拳得先打通关 包括香港 大陆 越南 行径辽国 泰国 缅甸 孟加拉 印度 巴基斯坦 以及伊朗 都得一一进行申请联系 但救援在即一刻都等不了 申请的这个飞越空域的部分 其实是要有一周的时间 当这个昨天其实已经到 剩下两个国家的时候 听到第十个国家已经同意 我们可以飞越的时候 坦白说我实在是内心很蓬勃 甚至自己这个振臂了一下 跨部会之间的合作 我们在短短12个小时内 完成四个国家 展现我们这个台湾 永远都可以跟世界站在一起 有人会问 只靠各部会间合作够吗 其实在两年前 内政部和赈灾基金会 已将航空公司配合 启动包机演练 要让顶尖的搜救台湾队 在世界有需要 随时能贡献几地 持续让世界看见台湾 Can help 三菱轩姐 红旗马 运温 太棒了